日一化五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产生的重大历史遗漏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清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 将大量化学武器运入中国 还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 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伤亡 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战败后 日本军国主义为掩盖滔天罪行 秘密将大量化学武器移弃在我国境内 时至今日仍在损害我国人民福祉 毒害我生态环境 这些事实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 中国政府和军队一直敦促日方 早日安全干净 彻底的解决日益化物问题 并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间备忘录 有关精神提供合作 中国军队在调查确认 押运看管 销毁处理 应急处置等方面投入大量兵力 有力推进了处置进程 截至目前 在中方大力协助下 日方已挖掘回收日益化物13万枚 销毁近10万枚 但由于日方技术和资金投入不足 致使处置进程严重滞后 销毁计划 多次预期 消除日益化物毒害 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 政治和法律责任 我们要求日方像清水英南先生一样 直面历史 真诚谢罪 切实履行国际公约和双边备忘录义务 进一步加大投入 提供有效线索信息 全面完整准确 落实2022年以后 日益化物销毁计划 全力加快 销毁进程 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由于荣城市民一片净土 出品 道具 土 除了